本周3D最常發消息 TOP5 LG日前在台推出W9-19C93 款新OLED電視 其中65寸的W9 有超波磁吸式螢幕設計 入門款C9 则推出首款77寸大尺寸 全系列電視都導入 Smart TV物聯網功能 透過電視的智慧滑鼠遙控器 可操控洗衣機 扫地機器人等家電 是本周第五熱門話題 本周第四熱門話題是 小爆AI翻譯棒 破天皇在多媒體展 推出買一送一 我們要一起吃午餐嗎 我們要一起吃午餐嗎 休閒手遊近年來爆紅 本周也登上第三熱門話題 台灣開發商ORANGENOS成立八年 只做超休閒遊戲 歐美市場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從casual gaming轉為hyper casual gaming 更容易懂 更快上手 大家對於內容越來越沒有耐心 就像ORANGENOS開發的 史上最牛遊戲2 只有簡單三個按鈕 但在全球累積下載次數超過一億次 吃飯對台灣的觀眾來講是一個非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 比如說吃播啦 大胃王啦 甚至像ASMR ASMR其實就是用聽覺嗅覺觸覺去刺激你的感官 完全都沒有口白 但是可以聽到炸雞塊的聲音 或是咬雞皮的聲音 從以前傳統的這種料理的教學的方式 到演變成我們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主題 就連人本不是以美食為主的網紅 都紛紛推出料理教學或美食評鑑 是本週第二熱門話題 營藥師分享夏天減重秘訣 成為本週最熱門話題 其實大部分要減重的人 他其實應該是糖類的攝取比例要稍微的降低一點 像現在夏天就是天氣比較炎熱 其實可以選擇一些比較清爽又有口感的 像是蒟蒻麵啊或是蒟蒻米 那使用的方法可以用6比4的比例 來跟一般的米跟麵來做搭配 普通的飯跟麵多一些 但是可以加入蒟蒻麵或蒟蒻米 那讓口感也比較好 而且可以減少熱量 減少糖類的攝取量 副刊凍新聞總和報導 討厭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